红海董事长郭台铭在今天上午特别回到自己的母校板桥国小参加一百二十周年的校庆 还以学长的身份上台致辞 而且还见到现在已经高龄九十岁 从前自己六年一班的导师陈耀宗 来看一下稍早的情况 我本来准备一个鞭子准备了 我觉得在我们那个时代 要这个一天要没有拿吃几个鞭子 有的时候是手有的时候屁股 要是一天能够省掉这个 那今天那天不是考一百分 就是不调皮 郭总经常导师还开玩笑地说有带鞭子吗 是让全场的师生笑翻了 而郭董其实在致辞当中也提到 这回特别赶回来参加母校的校庆 前一晚还特别和五十八年没见的 火小老同学来聚餐 所有人甚至还一起唱了三遍的校歌 而郭董也勉励台下的小学弟 小学妹们 未来一定会出一个比他还厉害的企业家